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日好 今日是11月18日 大家看看画面 我需要作出个严正声明 近日有人母称叫石镜全教投资 每周教别人去买借买哪样 详细大家看看 这个绝对不是我 如果你用石镜全名再加上一张照片 那肯定不是我 我是不会扮任何网上投资班 或者买股班 我也只会在经济日报集团旗下的刊物 和电子媒介是讲经济与投资 对于这件冒清的事件 我已经报警了 所以如果大家日后又见到这类这样的事 麻烦你告诉你的朋友 这个并非我这个石镜全 希望大家就不要中计了 如果日后他还会叫你们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很离谱的 说他会去祝福农场 搞交流会 所以你来一拿 为什么你可以去祝福农场 甚至很多人就会被这个骗了 好多谢大家关注 请你和你的朋友说 如果你是支持我的 我告诉他 在网上的那个石镜全 因为他不是在经济日报集团 凯密之下的出现 那是假的 他们是骗子 好 接着讲股 你未说这个是期货的股子 第一我先讲一下恒生指数的期货 先讲一下 今天恒生指数的期货 有一点点好的 就开始这个十字升之后 这里有一个小的阳烛 这个周线图上面很难得 如果是明日后日 什么日还是继续升上去 那恒生指数的后向就比较乐观了 就不是再好像是看这个这样 即是如果来到那几天 都是这样下来的话 那就很对不起了 又可能走回这里 如果他上去这个的话 他就可能会走这个 在日线图上面 还是一个打横向的平衡 不是很多 不过挂个红灯笼 就好过挂个蓝灯笼 所以就这样了 所以就这样了 接着之后 会讲讲三个是药股 因为有些是朋友 他们来问 可不可以讲一下三个疫苗股 就是1099 2196 1099是国药 2196是伏星 6185是康熙六 那这三个是药股 它都有研究新冠肺疫的疫苗 一种开发的方法 一种就是灭活疫苗 即是本来将一只群 将它杀死了 让它不可以再有传播能力 不过它又有少少的刺激能力 刺激到我们的免疫系统作出反应 第二样东西 就是一个是线性的研究方法 它是将它怎样呢 就是将有些是疫苗 它是搞新东西来的 完全新东西 它就变成了等它放入你的房子里面 看看它怎样反应 就是这么多了 美国的辉瑞和Moderna方面 都应该用这个是活性线 中国方面用这个是灭活疫苗 那两个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件事我们看看 中国方面在这个陈薇它的领导之下 它之前是做过这个是伊波拉病毒 然后成功地将伊波拉病毒 可以控制到伊波拉病毒的疫苗 它用的方法 都是用这个灭活这个细菌 这个是病毒 然后再做 所以说这个旧的方法 可以说是一个叫做是 传统而认为是有效的方法 做活性线体的方法 就比较是所谓是搞一些新意识 不是说不行的 以前都有做的 不过那你信什么呢 我是比较信一些曾经有经验历史 证明连伊波拉病毒都搞定的方法 来做 好了,逐个讲讲 1099国弱 它现在中的是国弱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现在用这个 已经进入了第三期的测试 它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5至6万人来做测试 那就由125个国家的人来参加 那它们大致上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期之后 就开始 应该还要等到半年左右 再跟着才有好 当然啦 你硬来的话 现在都可以的 那是否可以做呢 那这些比较是 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那整体的疫苗里面来说 每人用多少钱呢 大家都不知道的 有的就是说 有20元人仔 到300元人仔 如果你要打两针的话 可能就要600元人仔 有些人说要用到1000元人仔 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中央是说了 这个疫苗出了之后 是完全作为一个世界公共的财产 因此不会很贵 只是收回成本的 成本是多少 我不知道 要等到中央去决定 那如果你是很贵的话 又将会怎样做呢 那怎样打得起呢 我们现在做炒股的 我们有一件事 我们不是想着做这个是善堂 而是想着选公司 可以赚不赚到钱 那这就出现了 有一位爷爷说了 喂 你不准赚那么多钱的 或者完全说你不准赚钱 那你研究了出来 那你差什么鬼呢 是不是 所以在中国的疫苗股里面 是需要留意这件事 爷爷的救世为坏 自然就拿大家来 以为是有些贡献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撇除了 这个所谓的股之后 它们的疫苗方面的做法 因为它未必可以赚到钱 或者未必可以赚到很大钱 而反之你集中要看它 因为原本是业务方面 它赚不赚钱 在这点我们看 这个看不看它赚不赚钱 很简单的 短线 你就看图 长线 你等它发表年报 不过等到发表年报之后 就明日黄化 在郭若仪目前来说 它们已经是弹了上来 在周线图上升了上来 升了上来之后 在这个中族线上 理论上是向好的 今天也向好了一点 这样再上这里 我估计 它们突破了这里之后 上面望的位置是24.5 在这点 如果你说疫苗 你要说六个月之后 我现在给你这个 可能是两三个月的货制 以至一两个星期的货制 因此和疫苗方面 是不太拉上关系的 福星医药 福星医药 它自己本身并没有研究疫苗 不过它和辉瑞 即是美国第一间 说说会有疫苗供应那间 之后 CEO又同样说了之后 马上就出货那间 他做一个在中国和港澳区的代理 只是代理 这些疫苗代理的价格是多少 但是 你到时 辉瑞给你的价格 会不会贵过 可能国药或者康熙露 或者其他 中国总团有13个疫苗 在做 在试验中 它们呢 若然是贵过人家的话 那你代理的 那都没什么用了 所以 因此在这点里面来说 这个是福星医药 你看它 图 就没有得好像国药 走得这么英俊 在周线图上面 是见到有要回市 这个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现在还有一些跌穿了 那再跟着就会下去了 那我估计 它会下来是试27元 至30元的水平 27元和30元的水平是哪裏呢 就是这裏 那27元的水平是哪裏呢 周线图上面就是这些位 对不起 周线图上面这些位 这位就28.6 28.8 他可能会试这些位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如果你叫我去考虑 我就不太考虑伏星 因为你只是做个中间人代理 你不是建房子的 你只是做个经纪 那你的经纪呢 你的价格现在都比较有困难 第三只呢 就是6.150 是康熙乐生物 康熙乐生物 康熙乐生物这一只呢 曾经一度涌上去很虚寒 看到二百多 二百八十元左右 现在下来大概一百五十元左右 那会不会在这里就已经完结了 是调整全笔呢 可以会 亦都可以不会 但是康熙乐生物呢 他有一样东西 在新冠疫苗方面呢 他是跟陈薇这个团队合作的 即是说 跟中国最劲的那个是生化 即是开发专家 亦都搞这个伊波拉病毒的人一起合作 因此呢 为什么你有的时候 他会炒到这么多 但是 还是要等时间嘛 完了之后 分分钟又是要卖大包嘛 所以那些人 就下来这里了 康熙乐生物呢 除了做这个是新冠疫苗做研发之外 还会做很多种其他 包括了肺炎啊 包括了白日咳啊 包括了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的心肌啊等等 心脏病啊 那些这样的疫苗 因此 他真真正正的就是全疫苗 的所谓的生物股 在这点里面 疫苗生物股呢 就有一样东西 一仗功成万骨枯 不过呢 起之前 你可能要输了一万元先 然后先赚回 这是一亿元 因此 康熙乐 在最近的公布里面来说 盈利增长了是200% 很好 不过 仍然在虚价1.7亿 还是1.5亿 那为什么你盈利增长 你还要虚呢 你最近的盈利增长虚 你去年的 你增长赚了嘛 你之前你赚1元 现在赚了3元 就增了200% 但是 你总体 你之前一直亏下来 亏了亿多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我又觉得 康熙乐 是真真正正的一种所谓的疫苗股 大家要买的话 就要拼它一样东西了 中的 就好像六合彩 投掌 不中的 你就预计它输了它 所以 因此 在康熙乐 这里 大家需要卖卖 就是这样 如果你给了我三个去选 的话 我就会这样看 康熙乐 是突击队 摊头阵地 是敢死队 不过 说明是敢死队 它可以死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复星 复星就是 后面做这个 所谓的 做代理人 代理人 好像拿着登陆艇 船长 代理人 代理人 代理你的兵 去摊头阵地打 但是 应该照计船长 死的机会是少一点的 不过 船长 一定是很难去拿金章的 因为你不是第一个去打仗 你后面那里而已 但是 如果国弱的话 我会比较上面看一样东西 它就是后勤总指揮 所有军队里面 后勤那个 不过又死不去 不过挺好游泳的 所以在这方面 你叫我真真正的选择 现在来看的疫苗股 我如果不求发达 即发达的意思 就是要一夜自乎 那我就找康 我就不会找康喜六 而只是说真的找 就是国弱 我贪它怎样 每样都有些搞 当然 既然每样都有些搞 有些搞不好处 那不好处就是 很简单 很传统 但是 矮仔上楼梯 你想赚钱 赚一点 或者想赚很多 那就要这样看 以三仗来说 暂时 形势最好的 在走势上看 我可以看国弱 有图理看 好了 康喜乐就是日线 然后再跟着 其次有朋友问 匯豐 怎样搞 匯豐之前 我估计它去到35元 即是后来之乡 35元之后 35元之后 突然突然 它出了好东西 大致上去到39元 48元之后 都未到40元 那我就觉得 去35元之前 它做不到的话 我就估计它去40元 它曾经下来 即是你下不到35元 去到38元 所以我将指示位 移上去38元 它能不能上去 我不知道 因为不是我去买 你叫我个人 我就不会选它 不过有很多朋友 是已经有的话 没有法子 所以如果真真正正 你是想着和匯豐长存 那就继续持住它 你可能一分钟 你百多元拿下来 如果不是想着的话 你想着去换马的话 我就觉得 如果再过多 这个星期 40元去不到 仍然下来 去38元的话 就先走了它 这个是我的看法 因为匯豐 已经不是昔日的带品像 说实来说 太古 还反之很多古怪的东西 你都在做翻身 包括了是卖资产等等 卖得很厉害 太古 反正你跟我看的话 19号仔 可能翻身的机会更大 特别是 如果一后疫苗 一旦出来 航空复业到的话 那是很不同的看法 真疫苗出来之后 对匯豐有什么帮助呢 帮不了多少 是吧 你不会因为疫苗多了 你走多几转匯豐道 就是要突传钱的 就是这样 有朋友又问 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 暂时来说 就应该是过四 至过二之间 我会觉得 过二至过四 可能就是铁塔 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移动位置 在现在阶段 我觉得 是可以想想的 特别如果跌到过二的话 可以想想想 你说 他现在一个遥六 和你过二 差六仙而已 势不势呢 大家去看看 我觉得 如果踏入2021年 开始这些低位的话 我认为铁塔 是有条件 是会上去过四 甚或更高 即是这段时间 就是2021年 不是那么早现状 铁塔 一只是很多人 很坦备望的股 好像是之前 当过是六合彩 金多宝 真开了之后 原来个个都输到开行 那我就觉得 六合彩 你又不能够不买的 不过少注一点 低位一点买 过二 或者二次是过一 都可以的 那过二和过一是怎样的 是啊 差差不多10% 不过一毫子 算了 支持一下 所以如果去到这个过二的话 我会考虑 或者一个一毫五的话 我会考虑 将其他地方赚了钱的股票 拿三分之一的钱来 扔下这个 作为一个是八年抗战 那当然了 都不用八年的 抗战三年零八个月 其实都不用的 我觉得 如果过二入到的话 抗战大致上 一年度 应该会有20%回报 去过四 是不是 你过四你不要不给我 真的很伤心 也有朋友问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比较早一段期间 我已经叫大家 如果跌穿这位 应该考虑要走货 当然 现在都不需要说了 事后恐明 是吧 说完之后 也有些说到 那时候 你又不大力 顾应我说 我没有法子 那时候人家这么小 我都说你要走货 跌穿了你就走货 没有走到没有法子 现在便为止 与此共存亡 不过我觉得 阿里巴巴股价 未必是 现在升到250元 是见底的 它可以是去到244元 或甚至更低 那因此 有货的 我会觉得 可以考虑 是不是要 想想 需要 出去 当然 有朋友 可能有亏的 如果你有利润的话 应该是比较上面 狠心些 如果会亏的话 那就是 想多几晚 我不能够说 你一定要出了它 不过 我又觉得 它真真正正 在现在这个位置 不是一个真正 长久的支持位 那这个呢 是比较痛苦一点的 那原因就是 阿里巴巴经营的规模 其实 美国 都遇到这个问题 阿里巴巴尔 不让人说它是垄断 全世界 是有一种叫做 垄断法 是叫做 反垄断法 所以你越做得大 不要认为 winners take all winners because you kill all 你将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小小的 吃了 那作为了一个 就算资本主义国家 的美国 都要将石油大企业 拆开它 Amazon 认为它太大 也认为它有反垄断法 连微软都在这个法例之下 要求它一策为二 所以在这点 阿里巴巴 和很多的中国大企业 不要以为是大到不能到 是一个以社会公益 以全体人民利益 为关注点的是 国家来说 超大 是将会是超死 说完了